你好欢迎收看2月1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现议会第19届第19次临时大会 17号上午由副议长潘岳霞主持 第23次的程序委员会 而县府总计提出46案 在程序会议中逐一审议 不过其中由原民处提出的民政类17案 有关北平段现有土地587-78地号 申请补办化编为原住民保留地案 议员有所疑虑 而经过副议长才是 请原民处将系统表再整理清楚 以及补充资料后送大会审议 而其余的提案则通过 顺利能够进行一读会 花莲县政府所提出的46个提案 17号上午进行程序审查会议 将在21号进行一读会 而22、23、24则是小组审查 25号进行二、三读会 46个提案当中 民政类共有21案 财政类1案 建设类8案 教育类7案 农业类3案 保安类6案 共计46案进行程序审查 今天本届成续委员会 第23次会议 会议主要是目的主要 审议本会第19次 民事大会预定的第四日成表 行政单位提案及县府提案 非常感谢各位伟廉的百忙中 波容参加 今天的会议开始 其中民政类第17案 有关花蓮市北冰段 587-78第1号 现有土地申请补编 补办化编为原住民保留地 花蓮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 处长陈建春在会议中补充说明 有关此案的裁员部分 早年为军方宿舍 但拆除后日期不符 民国77年2月1号以后 所以并不符合要件 不过50平方公尺的住宅及基地 却已取得门牌 因此在会刊及深入了解之后 共有土地增化编原住民保留地 审查作业规范 以及土地法第25条规范 同意划编为原保地 在议会审查通过后 就可送原民会来做承报 行政院核定 最后副议长潘岳霞则是财士 请提案单位补充资料 21号的议读会当中 再送大会进行审议 记者林杰 花蓮市采访报道